什麼樣熟面上的男人 不管幾歲 都像您一樣視為活龍 我們最要看 他的龍是真龍還是假龍 我們都是假龍 所以這一題不但男性要看 女生最要看 有一些是地龍就對了 蚯蚓嘛 好玩 你們講這種笑話 會傷害男人知道嗎 不要激動 老夫老妻講這種笑話 他會恨你 好 觀察你的男朋友 觀察你的老公 好 我把它列了四個特點 四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他從60分會越來越高 好 先從60分的看起 60分看起是看你的眉毛 因為我們講男人的經看哪裡 男人的經常經於骨 現經於眉 就是他的骨頭裡面 就他經有沒有 是看他的骨髓 看他的骨頭 可是顯現出來是看眉毛 所以如果說男人一個眉毛 非常黑又濃又潤澤 意思就是不要 那個很稀疏 很哭哭乾乾的 表示他精力不足 顯現出來的經驗不夠 所以這個是 男人 現經於眉 看眉毛 好 更進一步 這個是我常常教 一些朋友看的 最容易觀察你的男朋友 觀察你的老公 就是看手上的這個地方 拇指有沒有健壯 然後金心丘就這一塊肉 有沒有很硬很厚 我們這些的厚實堅硬 比較厚又要硬 當然還要再配上 這一條生命線要深刻 這是整個一體的 這個地方代表一個 男人的生命力足不足 實際生命力 其實就是床上能力 一樣的道理 所以這個最容易觀察 因為男生握手 或者你不要說男生握手 女生你看到男生 把他手摸一下就知道 這這樣如果很薄的 軟軟的 那應該是不行 他嘴巴一起講得很行 嘴巴他剛剛可以自己吹噓 你不要握個手 那實質上有沒有看錯 女生不要這樣一個 素咪咪的好不好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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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關係 好 看一下 大家都這麼稠 有沒有硬 你手快抽筋了 你賭一個好厚 你看 這麼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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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人不錯 真的行 我給你 當然這實際上 這很奇怪的這一點 一般來說 不是胖子會比較厚嗎 瘦子比較薄嗎 不是 這塊真的很奇怪 瘦子當然要很厚的 胖子當然要很薄的 這是一個很好看的一個標準 好 下面我把它列到80分的 80分的看什麼地方呢 剛剛我講嘛 長筋與骨 骨盒在裡面 你怎麼看得出來呢 長筋與骨 所以第一個看牙齒 第二個就看這個地方 看你的頸子 你的脖子 頸子如果粗硬有力 就表示你的骨骼很健壯 你的骨骼是整個 真的嗎 有沒有必要到這樣 你好必要把雙下巴露出來 今天晚上想看手骨 你不是露子 你 其實你看像那個 健美先生 像阿諾 阿諾其實是一體下來的 他中間沒有縮進去 他整個從頭跟肩膀 整個下來 你看他這個頸子都粗壯 對 那一定讓他精力充足 好 最後一項 我把它列到最高分的是什麼 是看眼神 雙眼炯炯有神 我們知道我們的眼神是怎麼來的 是你的五臟六腑健康 我們有一句話叫 問獸在神 看一個人的壽命看哪裡 看他的眼神 如果你的五臟六腑都健康很健壯的時候 你的眼神就好像電力一樣 花電出來 所以炯炯有神 所以這樣的話 表示他一定是相當的 真正的是真龍不是假龍 那我哥他常常說 他會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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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算 第一個可能是年紀大了 第二個他精力可能也減退 有這個可能 好 好